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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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矛盾至于让你搬到这儿啊 老蒋 来了 我呀 就是宁愿住在这儿 也不像每天看见她那张脸 快先来坐吧 说吧 需要我干吗 我这不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吗 我就说我再住你那儿去了 回头你回家 帮我拍几张照片发给她 让她安心 还有就是 她要是给你打视频的话 你就说我去上学了 行倒行 不过你确定这儿能写出来论门啊 这虽然环境跟宿舍比不了 但好在是安静 确实挺安静 偶尔 偶尔 行了 走吧 干吗呀 去我那儿 我不去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那你想说天天帮我写作业 我不也没少麻烦你吗 老蒋 行了 别磨叽了 赶紧收拾东西吧 你真的方便啊 方便是方便 不过你得帮我保守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你可怎么觉得我来过这小区啊 有点眼熟 这不是盈子家那小区吗 你们俩 同居啦 别去 走 好 你先把东西放下 看一下这个 你看见对面 亮着暖光色光那个了吗 这不是 这就是你得帮我保守的秘密 是 还生气呢 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行不行 人呢 讲义 别给我玩失踪 你不理我 那我还不理你了呢 怪不得你一直不告诉我 你住他的 其实也是凑巧 我呢 当时准备在江州找一个工作 那中介告诉我这房子不破 嘉义 看着我的眼睛 我认识你多少年了 二十四年 我认识你二十四年了 你觉得你说谎话我看不出来吗 嘶哑嘴硬 我都替你觉得累 说实话 我感觉我跟黄文子 就像两颗不能轨道的行星一样 永远都隔着距离 是我是可以陪着他 但是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 跟他靠得太近 从物理学上来说 如果一颗行星 降低自己的运行速度 向行力发生变化 他们是有可能改变运行轨道的 牛 牛 能这么正安八经 回答我这种问题的人 也只有你啊 所以我们才能做朋友啊 不过老蒋 你得主动改变你自己的运行速度 不然你们两个 会一直错过下去